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知识又要怎么样去累积 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都会碰到一些对于我们有恩的老师 从学校课堂讲台上 老师们在一张一张的白纸上 抹上了颜色 写上了内容 到社会我们到了职场 又有许多的先进对于我们寻寻善诱的引领 而在人生慢慢的道路上 老师更是比比皆是 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叫做 老师 我爱您 这五个字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我觉得在它背后的意义 是非常深远的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 谦虚的人生态度 在今天 我们要对曾经帮助过我们 有恩于我们 引领过我们 不论是课堂上 职场上 或者是人生的道场上的这些老师们 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跟感激 今天晚上在舞台上你们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不同种类老师的角色 有很多不同老师的动人的故事 我们用歌声 用表演 要送上我们最深层的祝福 要祝福所有天下的老师们 都平安健康 希望他们都拥有持续的热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忘了 老师 我爱你 我们再次以